现在正是二期水稻农作物的收割期 不过位在玉璃镇的高辽地区 因为高辽大桥变道受到了台风影响 造成修工卵系的水位是一直高涨施工困难 而原本预计要在11月15号 也就是今天要开放通行的 不过水位是又再次的上涨 并且也冲回了原本要通行的变道 现在请厂商来尽快的进厂施工 目前也开始进行挡牌水 放置小拨块埋设韩馆等等的作业 那么玉璃镇工所就表示 会尽快的抢通变道 让农友能够在采收期间安全 并且也方便的通行使用 让乡亲回归正常的生活 团级的河水就在韩馆周边 不断的来回冲刷 这是玉璃镇的高辽变道 原本预计是在11月15号 这一天要开放通行 不过因为先前受到杜苏瑞 海葵小拳台风的影响 造成了秀古兰西的水位 一直高涨无法退去 而近期山区也持续有降雨 导致水位扔高 施工进度大受影响 昨天的状况我们在编波的时候 只是稍微有坍塌 那经过一个晚上的冲刷 导致我们主线上的一个铺设的 那个一个几配也都已经流失了 目前正12期稻座的收割期 附近农民也表示 县府说本来变道就要同车了 刚好又进入稻座收割期 所以希望高流大桥变道 能够尽快同车 方便农民将稻米运出 给我们这个民众有个交代这样子 让我们县府来关心我们这条 我们这条高流大桥变道 是不是能在这一两天 因为这个时候都是快割到了 当然农民都能期待 这条路能可以过 因为绕了一大圈 有时候民众也会受不了 这个什么来源 然后金钱的来源的情况这样子 预证公所表示 应近日山区大雨 以至于秀库兰西水量大增 14号晚间变道边坡已稍微的坍塌 经过一晚之后 变道的土胚已流失 政工作责成厂商 在以安全的前提下 需在三天内完成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